这个手机大车拼 我们就要看到 大陆红米机来势汹汹 9号就要正式在台湾开卖 可是我们看到 为什么小米会爱上这个欧妞 原来是搭配这个台湾通路商 未来你买这个小米机呢 就可以在这个超商来取货了 这当中为了要造福台湾的米粉 那么明天小米也会在台湾 举办爆米花活动 包括了小米总裁林兵 还有些高阶主管呢 通通都会出席 都是对手南韩三星 也力拼行销 除了找来灵魂歌手 罗宾希克 替机皇 Note3来拍广告 还传出未来的新手机 将会搭载双面触控萤幕 红米手机是小米公司全新推出 4.7寸萤幕四核心高规格 大陆红米机打出超低价 不到4000元 抢先7日 还要把米粉最爱的爆米花活动 以示台湾 这是出我的名字 就是美军的 这米粉节犹如一种仪式 聚传米粉必须要经过审核 才能入场 重头戏来了 小米有没有机会活下去 所以我们抱着这样的态度来台湾的 有大陆贾伯斯称号的雷军 很懂得群众心理 只有粉迷才能参加的神秘会议 还送出大量3C赠品 像是小米盒子 F码再加上定期的米粉俱乐部会面 粉丝可以唱歌 或者说可能会有一些小米的高层 也会来唱歌 然后一些互动娱乐之类的 那甚至可能也会有抽奖 以及说可能参与这个活动 也会拿到一些比较特别的赠品 让米粉直接把使用心得 正面负面感想全部说出来 看得出小米非常注重 和米粉搬干净 接着又善用饥饿行销 打出限量的游戏规则 我会发现说 怎么大陆的朋友好像比较容易抢得到 所以我会请我大陆的朋友帮忙去买 那可是其实像就算他买到手机 他可能必须要有人带回来 为了布局台湾小米总裁林斌 副总裁黎万强 还有国际业务副总裁都会出席爆米花活动 还传出一下飞机直接前往黑猫载机便 未来只要在网络上购买手机 不用靠宅配 在便利商店就能取货 除了小米机当红 世界第一款双面机正式开卖 不管正面背面都有触控荧幕 虽然要价2万台币 但背后的电子只是一大亮点 号称可以显示简讯 未接来电讯息通知 还能有效节省电力 只是对手三星也不是水油的灯 三星最新专利图曝光 上头明显可以看出未来的手机 也可能同样具备双面触控功能 甚至还有透明荧幕 三星星际消息不断 还找来灵魂歌手罗宾希克 替机皇Note3拍广告 看得出三星整立拼行修 各大长排出奇招 也替年底的手机大战 掀起一波新战火 东升财经新闻综合报导